今天就和大家開箱這把掛頸風扇 這把風扇的特別之處 不是用一般扇葉 就算女士頭髮長的話 也不會有夾頭髮的情況出現 首先謝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如果你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訂閱 下次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收到通知 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開箱這把掛頸風扇 在淘寶買的 大家看到這個品牌 其實它也有出一些 平價的耳機 或者其他的產品 品質也算OK 今次買這個掛頸風扇 主要是最近天氣開始熱 而大家又要戴著口罩 所以比較焗和比較辛苦 我就會開箱多些 這些不用用手拿著的風扇 今次這個掛頸 掛頸上年其實都開過 不過去年那個 就是一個問題 如果是長頭髮的話 可能會有夾頭髮的機會 但今次這個掛頸風扇 就完全不會夾頭髮的 我們先看看盒子 旁邊寫著開啟快樂 應該是說開箱的時候 開啟快樂 前面寫著這個 Leafless 無葉 真是樹葉的葉 應該是blade OK了 隨便吧 另一邊看一看 掛頸式設計 另外安全無葉 跟著三檔風速調節 後面 就有些生產商的資料 還有一些產品資料 另外還有一些 防藝的貼紙 開箱來看一看 有個貼紙 這個品牌的包裝 其實都 要做幾用心的 設計上都漂亮的 拖它出來 而且它的形態 都是比較創新的 一般可能很多圖稿貨 都會是近似樣千篇一律 但這個品牌 就很願意打造自己的產品的樣子 大家看看 就是這把掛頸風扇 主要是由兩邊這個位置 就不是線葉 是一個類似窩輪的東西 把風在旁邊這個位置抽進去 在後面這一排洞 噴出來 兩邊都一樣 看看盒子有些什麼 中間有個盒子 寫著配件盒 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基本上有一條 Micro USB的充電線 裡面 另外也有說明書 很簡單的說明書 電流輸入是5屋1A 功率是5火 裡面沒有其他東西 我們拿開 看看我們這次掛頸風扇 插進去的手感也不錯 那些膠料也不是很差的 摸上去也有質感 另外上面的部分 就是一個矽膠的部分 應該就是 等你掛頸的時候 後面貼著矽膠 不要貼著其他膠 就舒服一點 它有一點軟軟的 另外也不會太滑 掛起來之後 就比較穩定 另外旁邊 這裏就會看到產品名稱 型號 輸入 功率 那些參數 另外也有 鋰電池的容量 1800mAh 也有環保回收的標誌 大家也看到這個位置 有幾個洞在這裡 就是入氣的 也看到裡面的渦輪線 靠出的地方 有電源鍵 另外有一個銀色的圓形蓋 主要就是把風扇藏在裡面 我們撕開上面的膠紙 一個保護膜 撕開之後 你會看到 都挺帥的 大家可以看看 它是鏡鏈 另外有它的品牌 基本上 有三檔風速 按一下 就著了藍色燈 就是第一檔的風 第一檔風很微細 會在旁邊的孔 透上來 掛著頸 有時候風力太大 會吹到你的頭髮周圍飛 尤其是女士長頭髮 特別明顯 這個第一檔風 雖然比較微弱 但是由前面去到後面 都是有 少量的風滲出來 所以整條頸 左右 一直延續 那麼闊的地方 都是很涼的 頸後面的地方 基本上就沒有 通風的孔 我們現在嘗試用測風計 來測一測 吹出來風速有多少 放進去之後 其實測風計 都是會動的 大家看到 風速都有6.4km per hour 現在6.8km 稍微是比較大的需要 觸動 等 эта蝦 但是大家有看到 最弱的方式 風速 風速 那有 測後一些 你說的時候 如果 virus時 一定從前線 再加上風速計算 今次的風速明顯就高了 已經去到8.2kAh 有時也去到8.6kAh 也是視乎位置 去到最後的位置 我們又猜一猜 就會約回碟 但也比剛才第一檔風大風 5.4kAh的風速 最後我們試最大的檔風 放進去的時候 看到風速已經超過10kAh 而後面的位置 亦是有一定的風量 同時面比就會弱了 但還是有的 我們測到另一邊 大概看到超過10kAh的風速 我們一路向後面拉 就會弱 去到最後 就最弱 但也保持著 暫時 有接近6kAh的風速 所以風速來說 這把線 不算特別弱 剛剛掛在頂上 剛剛掛在頂上 這個風速已經很足夠 現在我就說一下 用這把風扇的感想 基本上它的風口是很闊的 吹到面之外 也吹到耳 也吹到耳後面 所以是很大的範圍降溫 風速比較弱 在室內 例如你開了冷氣 也不太涼 那這個 那這個弱風適合用 如果出到街 都是建議開中等級 或者開最大級 風力就會理想很多 而且 真的出到街 你會覺得 風雖然不太大 但是 也會保持你的頂 比較涼快 就少點出汗 真的會爽很多 另外 它的鬆緊 可以調較鬆一點 也可以 調較緊一點 也可以 除此之外 可以向入面一點點 吹入一點點 或者向出一點點 也可以 那我就喜歡 一般 這個打直吹 直接吹上上面 那對於近來 真的要戴口罩來說 這把風扇是可以幫到很多 第一 是不用用手拿著 第二 它真的吹向你兩邊臉盒的話 是會幫到你的口罩 是透氣透得好一點點 那你就不會說 一路儲存在口罩裡面 那 除此之外 真的去到很熱的時候 它都可以很直接地 和你的頂部降溫 所以感覺 是比吹在其他身體部位 而且還要舒服一點 還有最重要的一件事 女士戴這個的話 是不會夾頭髮的 基本上 已經被女士試過 戴了幾天 就未試過有頭髮 夾了到線液 相對回普通 真的兩個風扇頭的掛項線 就會比較多些機會夾頭髮 這個設計 就完全不會夾頭髮 因為它的入風口在裡面 而且它的風口位 就設計到頭髮沒有那麼容易進去 我亦都聽回來的意見 原來他們長頭髮 蓋住了風口位 反而會更涼一點點 因為剛剛風吹上來 被頭髮繞著 就會滾在頭髮和頸之間 好像形成了一個通風管道 所以吹落 可能比我們男士用更涼一點點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LIKE 另外記得分享給你的朋友 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按旁邊的通知鐘 下次有新影片的時候 就會有通知